2023年即将结束 你心目中的年度剧王是哪一部 很多平台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剧王 但豆瓣评分相对公正 还是数据最靠谱 年度剧王漫长的季节 漫长的季节 豆瓣评分9.4 打分人数高达89万人次 虽然才12级 但剧情反转不断 而且演员演技在线 当之无愧的2023年 剧王犯罪类电视剧 似乎成为流行类型 但真正的高质量作品不多 新爽出品 绝对一流 毫无争议 历史国剧评分最高的是 9.8分的大明王朝1566 其次是9.7分的86版西游记 87版《红楼梦》等 至今无人能超越 国剧数量多了 品质却在降低 这样的发展不合乎常规 期待来年暴剧 狂飙年度国剧第二名 豆瓣8.5分 评分人数88.52万人次 这部剧没有什么流量明星演出 所以基本上没粉丝刷分 相对公正 热播争议不断 特别是张艺和张颂文 谁表演最好成为争议热点 毫无疑问 张颂文饰演的反派高启强出圈了 上升为一线演员 熬到不惑 也算是大气晚成 但张颂文还是很低调 一部剧的成功 绝对是整个团队的荣誉 演员代替不了 兼职的张艺贡献很大 最终传出不合 也是有点瑕疵 其实张艺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演员 也是唯一能够在影视圈 成绩都显着的演员 莲花楼 无疑是国剧年度第三名 豆瓣8.5分 58万人评分 古装剧依然是国剧最受欢迎的类型 这部剧是悬疑类型 诚意主演 能够拿到高分 说明剧的质量真的很不错 演员诚意 曾顺熙和肖顺瑶等都走红 作品才是王道 网友的评论是剧情不错 反转不断 寓意深刻 特效和部分演员的演技不到位 剧质量整体很不错 科幻剧三体豆瓣评分 8.7分 表现手法新颖 之前并没有被看好 但整体制作水平还是很不错 演员的表演很出彩 评分42万人次 令人欣慰 国产科幻剧终于有不拿得出手的作品 长相思讨论热度其实很高 豆瓣评分7.8分 打分人数37.84万人 这部剧可能很多人一直追完 觉得不过瘾 毕竟是古装言情剧 也是大女主剧 杨子的主演依然很给力 值得期待下一部 长月静明 豆瓣评分5.6分 打分人数37万人次 类似奇幻爱情古装剧真的是太多 如果没有流量明星演出很难出圈 期待类似剧品质提升 如果还是低品质 早晚被弃 去有风的地方是治愈系国剧 也是现代剧 希望这种类型的电视剧多生产 传达正向积极的价值观 而且接地气 豆瓣评分8.7分 打分人数30.92万人次 肖战主演的梦中的那片海 豆瓣评分7.5分 打分人数30.52万人次 这种年代剧越来越不受欢迎 因为产出太多 很难有出彩的剧情 如果不是肖战主演 可能没什么人关注 新闻女王豆瓣评分7.8分 打分人数近11万 这部剧是TVB在内地市场取得很不错成绩的作品 也算是当代大女主剧 剧情反转不断 情节跌宕起伏 非常的下饭 安宁如梦 豆瓣6.7分 打分人数11万人次 还是白鹿主演 男女主演的绯闻恋情 救了这部剧 及格 云之宇 豆瓣评分6.1分 12万人次打分 又是张灵鹤主演 不过这部剧烂尾浪 郭敬明化名导演 编剧新剧 装腔作势 品质低劣 一念观山已经收官 与上面的古装剧很类似 还是烂尾 豆瓣评分6.6分 打分人数11分 刘宇宁饰演 男一号被吵丑 张灵鹤也是被吵不适合演古装剧 古装剧对颜值要求还是很高 以上热度比较高的12部剧 有5部是当代剧 一部科幻剧 其他的都是古装剧 古装剧的数量很高 但品质整体不行 为什么大家喜欢烹制古偶剧 可能为了容易过神 因为背景都是虚设 而且都是男欢女爱 轻轻我我的肉麻剧 年轻观众喜欢看 还有一点古装剧 都是一部剧居多 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所以大家都正向拍摄 基本上可能很不容易亏损